這是給有厚度的喔 然後有甜點 欸它這個肉 不用怎麼咀嚼耶 這個肉真的是 好好吃耶 嗨 回到台湾吃沃日茶 我是愛吃沃黑 我們今天啊來到家裡 然後我們帶禮衣 就是看你什麼 我們來到家裡呢 就是要吃拍美食嘛 家裡的美食超多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我們的第二站 我們第一站是去吃家裡肉丸 那已經拍過了 所以我就沒有跟大家分享 那在第二站呢 就是一個好朋友推薦的 他說是 然後我們就來吃吃看看 看這間牛肉湯好不好吃 好 Let's go 好漂亮的肉 這個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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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個有厚度的喔 然後就甜點 它這個肉不用怎麼咀嚼耶 這個肉真的是 好好吃耶 它這個肉呢是有一點點厚度的肉 這個油花的部非常均勻很漂亮 好爽喔 你放到嘴巴裡面呢 你會覺得它就就是 其實它就很嫩 它有厚度 可是你真的不需要 太費力的拒絕 然後那個油花 會有一點一點那個牛油 然後在你拒絕的時候 麥克風的牛肉好吃 而且這邊不能加湯喔 這裡不能加湯 不能加湯 因為它的湯比較貴 喔 老闆因為剛剛我講說 它不湯 然後真的是很難忘了 你又浮光了 你又浮光了 它不讓我喔 我只好不生 我來喝 我來喝 它的湯沒有那種 你會覺得很負擔感 然後你就會喝到那種 牛肉那個本身的甜味 喔 我覺得它牛肉的口味算是 對我來說是變重一點點 因為有一些是蘇果底的湯 對對對 對 然後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 比較喝蘇果底的湯 因為我個人喜歡清涼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的湯口其實算濃郁的 可是濃郁喝起來卻是清爽的 它其實喝下去的那個 感覺很厚 它的那個牛肉的那個味道很厚 喔 沒錯 可是喝起來卻是 又是清湯 喔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神奇 那再來試試看它的炒飯 那炒飯我還沒有吃過耶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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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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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炒飯的肉也是沒有在那個台灣燒的 那一盤炒飯肉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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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欸 它是絲的炒飯 可是它又沒有那種 不在一起 它的牛肉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喔 像他如果我來家裡的話 一定要來這家店 就是煮牛肉 它牛肉真的 好吃 就是不是那種 薄薄小小的牛肉 不是 它是手切的所以它厚度 好 我們把它吃一吃吧 吃 好啦 那我們吃完啦 吃完的感受是什麼咧 我們剛才完全不知道 我們的虱目魚小開點了什麼 結果它是幫我們點了頂級肉 然後那一碗是400塊的量 然後炒飯呢 它原本是200塊 然後再多加了100塊 為什麼它要加100塊的肉 並不是因為它想要吃肉 而是因為這邊都是 溫體牛肉有沒有 所以多一點肉呢 它的那種自然的甜味 會讓飯更好吃 這真的是有錢人的甜法 一般的話我應該只會點一個 160的牛肉湯 然後再配一個霸色風 就會覺得蠻幸福的 所以這個呢就是見仁見智啦 可是我老實說 是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你剛剛看到它們包宅配的那種數量 就知道哇這個不容小看 好啦 那我們待會兒 就時間進下一家 如果還有什麼推薦的牛肉湯 或是家裡美食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每週都是 晚上八點小時在這邊 下面見啦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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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